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神属性讲道法 首先我们是活在神的暗点之中的人才能够讲的 如果这个人是活在律法之下 在律法的压力之下 他不能讲这个神属性讲道法 他不能讲得出来 因为他里面都是律法 但如果我们里面是充满暗点 我知道神的美善 我知道尊重神的美善 神必定喜悦 神必定祝福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生命是轻松喜乐的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讲出这个暗点 也不怕 有些时候我们怕人 这么多暗点就会随意犯罪 但犯罪的时候后果你能够承担吗 我也讲出来 很重要的是我告诉你 我整天都在神的暗点之中的 我整天都说神喜悦我亲近祂 我亲近祂祂很喜悦我就可以开心 我希望神很喜悦我可以开心我随时有力量 这样的话我整天都在暗点之中的 整天都在喜乐平安的状态 这样的话我就能够我的口说出来不需暗点的话 其实我来这里教导多次 他们都没有留意有一次我说的话令人觉得不舒服的 我每一次说的话都会讲到神的暗点 但同时鼓励他们尊重神 但没有说的话令人觉得太严厉了 太厉害了不舒服了 都没有这种感觉 而且人都会很有动力去尊重 都很愿意去尊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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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者 siblings视频